新药公司88层总裁办公室 一大早 公司就冷得结冰 秘书处的众人人人自危 恨不得踮起脚尖走路 免得惹到了办公室里的男人 叮 电梯一声响 池恩恩出现在了88楼 众人木然松了一口气 目送着他进了总裁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男人 已经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了 他一来立刻迈开大长腿 绕过办公桌走到他的面前 俊脸微黑 你怎么现在才来 路上遇到点事 耽误了点时间 池恩恩不想说那些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记者的事情 上班的第二天就迟到了半个小时 池恩恩明眸一眨 讨好的说 你那么早就来公司了 累不累啊 我帮你倒一杯水吧 你想喝什么 丽北爵就是扛不住他的诱惑 他不诱惑在他的眼里都是勾引了 何况还是刻意地讨好 他眸色一身 拉过小女人的手腕 低头吻下去 把昨晚想要做的事情 彻底地做了一遍 等他的红尘微肿 他才意犹未尽地抬起头 心情愉悦多了 不用那么麻烦 等一会儿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你帮忙准备一下会议用水就可以了 末了还不忘加一句 明天不准迟到了 他在该来的时候没有来 他进不下来做事啊 好 池恩恩悄悄地呼了一口气 总算把电闪雷鸣的黑脸包公给哄好了 丽北爵松开他的手又加了一句 我要喝咖啡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他对生活细节一向挑剔 咖啡必须要特供咖啡豆现场煮出来 要煮咖啡需要一点时间 他现在去做才能赶上会议 嗯 只要他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丽北爵还是会让他自由活动 他重新回到办公桌 静下心来翻起了文件 池恩恩轻手轻脚地出了办公室 秘书处的人明显感觉到 从早上开始一直压在八十八楼上的乌云消失了 空气也不凝固了 呼吸也不困难了 很快 内线电话响起了 是总裁办打出来的 秘书赶紧接起电话 喂 丽总 哈普斯堡家族的人快来了 准备会议 简洁利落 好的 我马上去 准备还没有说完 那头的电话已经挂了 秘书早就习惯了被这样对待 挂了电话 匆匆忙忙地准备去了 十五分钟之后 一辆超奢华林肯 开在了新药公司楼下 在十几个保镖簇拥之下 一个高大混血的男人进入了公司大厅 一路上了八十八楼 引爆了全公司的目光 哎 你看到楼下那一辆林肯了没有啊 卧槽 我在网上看过这辆林肯的介绍的 说是林肯公司 专门为了某个神秘财阀家族的掌舵人 量身定做的 我一直以为 这种家族的掌舵人 肯定是那种五六十岁的老男人 头上包着一层白色阿拉伯的头巾 穿着白色袍子的那种人 结果 刚刚我下楼找前台拿东西 碰到了这个家族的掌舵人 哎 妈呀 好帅呀 你吹牛吧 这种什么家族掌舵人 没有六十也有五十九了 就算是不穿成阿拉伯大叔 能帅到哪儿去啊 真的好帅呀 我不骗你的 我看他顶多三十出头 最开始说话的女生 急得不知道要怎么 才能让他相信自己 找了一个参照物 我们总裁你见过吧 我跟你说 那位哈布斯登堡家族的掌舵人 帅得 起码能和我们的大总裁 一脚高下 被他缠着的女生 明显不相信地撇撇嘴 拉倒吧 莉莉 你越吹越上瘾了 就我们公司大总裁的颜值 梯台上的男模都比不上 男明星更是全部都 输在了气质上 谁能跟总裁媲美呀 反正我不相信 莉莉说的是真的 我也看到了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登家族的掌舵人 真的是长得很帅的 气质也超级出众 长得又高又大 真的能和莉总比啊 不过啊 莉总是那种霸道帅 他是属于沉淀帅 就是那种经历了岁月沉淀打磨的男人 沉稳可靠 两个人都好有贵族气质的 有人插话进来 莉莉找到了帮她说话的人 立刻接话 对吧 你也看到了 是吧 我真的没有说谎 那个男人真的长得好帅的 和莉总各有千秋 哎妈呀 那么帅的两个男人 要我选 我都不知道要选谁了 你就白日做梦了你 莉总已经明草有主了 你就死心吧 嘿嘿 我不就是做做梦 做梦还不允许了 我工作最大的动力 就是能够歪歪一下总裁 嘿嘿 行行行行 赶紧工作吧 等会主管看到我们在聊天 又要挨骂了 是是是 工作工作 几个人如鸟兽般的散了 88楼上 池恩恩好不容易按照丽北角 平时在家里喝咖啡的要求 煮好了两杯热腾腾的咖啡 准备端到会议室去 刚走到电梯口 电梯门就打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眼帘 吃恩恩惊愕地脱口而出 你 这不是半个小时前 在幼儿园门口 帮他挡回记者的人吗 好巧啊 全东婷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他 看到他手里端着 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主动伸出手 我帮你拿一杯吧 我自己可以来的 咖啡太烫了 我帮你 全东婷看似温和 实际强势地帮他拿了一杯咖啡 挑起没问 是送到会议室吧 嗯 吃恩恩拗不过他 也不好在大厅广众之下跟他抢 只能点点头 全东婷端着咖啡 迈开了大长腿 他的身后还跟着一行穿着西服 打着领带拿着文件的人 每一个人都惊讶地望着吃恩恩 仿佛是在看奇迹一样 哈布斯登家族的公爵 竟然会主动帮这个女人端咖啡 外界都传言 这一位鲜少在人前露面的公爵 看似优雅绅士 手段却是雷霆果爵 身边是有不少红颜知己 但除了偶尔传出一点绯闻之外 她和任何一个女人 都在公共场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之前有一个世界级的影后 仗着自己攀上了高枝 觉得自己是这一位 富可敌国的公爵的真爱 找来记者跟拍 想以公开绯闻的方式逼婚 没想到 这一位公爵翻手压下了狗仔的新闻 这一位女星的星途 也迅速地陨落了 可见 这一位哈布斯登家族的公爵 对于女人 是多情又无情冷酷的存在 这样一位身份高贵 又对女人时刻保持着防备和距离的公爵 怎么会突然不顾场合的 主动帮一个小秘书端咖啡 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 迟恩恩不知道全东婷的身份 所以他也没有觉得帮忙端杯咖啡 是多么的让人惊讶的事情 他端着自己手里面的那一杯 跟着全东婷就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边的人刷的一下子就看了过来 当看到利总的女朋友和哈布斯登家族公爵 一前一后地端着一杯咖啡进来的时候 都愣了一下面面相去 丽北爵当然也看到了 眉头木然地夹了起来 迟恩恩刚把咖啡放到他的面前 他就伸手抓住了迟恩恩的手腕 嗯? 迟恩恩正准备倒回茶水间 去给其他人泡茶去 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抓住了 会议室里这么多人 还有别的公司的人 他这么吃果果地抓住自己的手 迟恩恩的耳尖顿时有一点发热 瞪了他一眼 睁开了手 赶紧出去倒茶水间端茶去了 他刚倒茶水间泡好了十杯茶 秘书就进来了 客气地跟他打招呼 迟小姐好 利总让我过来帮忙端茶 迟恩恩乐得有人帮忙 那正好 你端两杯我端两杯 这样咱们快一点 嗯,秘书有一点为难地说 利总刚刚吩咐的事 让我一个人端过去 为什么呀 两个人不是更快一点吗 知恩恩没有弄明白 好吧 好 我这得见这个 Después 是不是 Bong 叶顶 来 来